《天氣報告》 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天氣報告》 我是宋文娟 其實今早清晨時 有些趙雨由南向北掃過我們的 雨量方面 由午夜到今早6時 在沙田都錄到幾毫米的雨量 由於下雨的關係 這些地方的沙田區只有26、27度 沒有下雨的地方 西邊赤立各地的29度 而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其實看到一個相對上 沒有那麼多雲的地方 受一個負熱帶高壓席的影響 但這裡的高壓席又不是十分強 因為營建一些零星的趙雨 在華南沿岸都有些發展 所以今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都是陽光趙雨一齊 部份時間有陽光 各部地區亦都有些趙雨 但天氣嚴熱 最高氣溫上升至32度 新界會再高一、兩度 吹和緩的偏南風 而至於紫外線指數 今天都屬於甚高水平 所以大家出門 調查防曬便更穩陣了 到明天星期日 仍然是趙雨陽光的天氣 到下個星期初 隨遇著負熱帶高壓席增強 到那個時間 那些天氣就會大致天晴 和天氣好熱 好了 香港的天氣就看完了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 再見